好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女性在乎内在美 其实在台湾有一个靠着男性内在美赚钱的达人 他靠自己打板设计贴身衣物 一个月可以热卖出5000件 而且每个月净赚20万以上 他说着一口这个内裤金 老板8年前就发现说 这个有内裤卖的比整组的床单都还要贵 他就很纳闷说为什么 认为这当中应该有商机可以发掘 想不到误打误撞 他靠着自己设计发挥创意还有坚守品质 在景气寒冬中竟然被他杀出了这条血路 看看男模特儿身上内裤款式变化多样 每一件都独特亮眼 男子汉对于自己的贴身衣物 也有独到品味和见解 而全台湾第一间专卖男性贴身衣物的网购平台 幕后推手就是他赖家和 因为很多男生在穿贫口裤的情况之下 他的重要部位他会在运动或行动间 他这边会乱化 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囊带 他保持在行进间的时候他会固定住 别以为只有女性在乎内在美 赖老板却专做男性内在美生意 八年前他是家用品的采购主管 怎么样就是不明白 一件男性内裤怎么卖的比整组床单还贵 其中商机一定很大 进入这行才发现台湾人身形借于欧美与日本之间 一件好内裤多么难寻 市面上国际大厂牌内裤又贵又不适合台湾男性 我们的是专门为台湾的男性在重新设计打版的 所以说在服贴度上面会比较好 那就是服贴而不紧绷 所以是全部都是台湾做的 自己开版设计更坚持MIT保证品质 眼看八年过去了也养了一批死忠粉丝 以一件150元的便宜单价 重出销量以量支架 一个月热卖5000件以上 每个月还能赚进20到30万 网拍回购率高达70% 甚至卖到新马等地 别人是景气寒冬 老板的内在每专卖 仍是生意强强滚 照理说我们是越做越好 那男性市场的话 我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年 其实是反而生意做最好 大环境大家都说说很差嘛 其实在我们的内户销量来讲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有影响 物美价廉在荷包紧缩的时代 老板营业额仍能逆势突围 甚至花色款式从一季换一次 更追加到一个月换一次 他直言好饭碗不怕别人抢 因为用心计较出的好品质 不是别人一时就能学会的功夫 东森财经新闻 吕佩勋宋一璋采访报导